中国丹东港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动全球发售 保护嗓子 请用金嗓子豪片 眼都靠花了 该怎么选呢 那就要看清楚了 弄清行程的细节 了解自费项目 到底包括了什么 去澳门玩的话 会有当地的导游接待我们 他们都会有工作证 并派发行程表 行程内容问清楚 乐游澳门更放心 如有查询 请播澳门旅游热线 五粮页 1618 中国的五粮页 世界的五粮页 中国就死 中国梦想 文字幕志愿者 inga 羅 那 海 今天的附近追戏 我们的主题就是20年前的12月那一次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方领导人的会议 1991年12月8号 苏联的俄罗斯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领导人 签署了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决定 走出苏联解体的第一步 苏联这个横跨亚欧的超级大国 虽然在重工业和军事上都相当发达 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不高 加上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乏民主 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干部 与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 苏联的解体也就不可避免了 1991年8月19号 苏共的保守派软禁了当时在黑海度假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 试图收回下放给加盟共和国的权力 同时终止不成功的经济革命 虽然政变在维持了仅仅三天后便失败 戈尔巴乔夫也恢复了职务 但是此时的加盟各国已犹如一盘散沙 纷纷效仿早在三月初就已宣布独立的立陶宛 先后发表了宣布恢复或收复主权的声明 并开始制定实现独立的步骤和措施 819政变后 除俄罗斯外的各加盟共和国全部宣布独立 在1991年年底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白俄罗斯最高斯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 以及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 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约 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通过建立一个类似英联邦的架构 来取代苏联 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的 其他苏联加盟国纷纷响应 离开苏联 苏联在此时已经名存实望 1991年12月25日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 将国家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第二天 苏联最高斯维埃通过最后一项决议 宣布苏联正式解体 对于这一天 就是在白俄罗斯发生的这个事情 刚才我们提到了 就是苏联的最后一任总理雷尔科夫 在他的这本书 就是《大国悲剧》里面 详细讲到了这场事件 我们来看看这个雷尔科夫的这个描述呢 也是相当有意思的 雷尔科夫在这本书的这个最后一部分 他这样写 他说这个小标特叫做 酒气熏天之夜和雾影迷离之城 他说1991年12月8日 在离波兰国境只有三公里 离白俄罗斯别洛维日森林中的 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 不远的地方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 白俄罗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舒适凯维奇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 决定解散苏联 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 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始创国 1922年条约 联盟条约的这个签字国 共同确认苏联 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 已经终止存在 所以苏联的这个解体 从法律上来说呢 这就是由这三个加盟共和国的领袖 共同签署的这个条约 所决定的 那么雷日科夫对这个事情的评论是什么呢 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这个弥天大罪 那么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 是谁干下了这件事情 又是怎么干的 那么后来这个雷日科夫呢 也在他这个回忆里面提到 他说这个飞机载的一群破坏分子 他把这些人称为破坏分子 在12月7号17点40分 向明斯克飞去 到达这个 维斯库里 维斯库里也就是这个 别罗维斯森林附近的一个村庄 已经晚上了 克拉夫丘克先基底的 不等叶利钦到达呢 他就带着随从去打猎了 叶利钦到达之后 举行了一次小宴 三位领导人呢 就被酒精搞得这个 眼痕耳熟之际呢 连妹出猎啊 看来这三个领导人都很有意思 世界最大的国家 就要被他们这个 肢解了 但是呢 他们还是一面 先是喝酒 然后就打猎啊 那么然后他就 他说这个阴谋家们 向这个下属交代了任务 要在一夜之间 搞出一个决定苏联命运的 政治文本来 所以这个三个 这三个领导人的这个部下呢 就起草了一个 这样的一个条约 那么这个条约呢 在12月早上8号 等三位领导人 这个已经从睡眠中醒来 他们已经过了很愉快的 一天晚上嘛 特别是叶利钦 那天这个喝酒也喝的不少 叶利钦当然一直是在喝酒的 所以早上他们就签署了 这样的一个条约 这里面有个类似 这样的一个细节 就是克拉夫丘克 就是当时乌克兰的这个总统 他讲到 因为我们知道 俄罗斯在这个克里米亚半岛 当年为了克里米亚半岛 这个沙俄就跟这个土耳其都打了一仗 克里米亚对于俄罗斯 能够取得黑海的这个 掌握黑海 是极其重要的 但是叶利钦可以把黑海 就让给乌克兰 那么对此呢 就克拉夫丘克 他是怎么说的啊 他说 这个 当时这个 叶利钦呢 因为他痛恨戈尔巴小夫 他决定 他决心要搞垮苏联 为了搞垮苏联 怎么做都行 所以呢 这个 当时他这个 克拉夫丘克本人是这样讲的 他说何止是克里米亚 他简直可以把整个俄罗斯 都拱手交出来 那么现在清楚了 当乌克兰代表团起程去别罗维 别罗维路的时候 已经胸有成竹 俄罗斯人是不打算把塞瓦斯托波尔 包括在自己的 版图内的 他们甚至同意 让 其实乌克兰都已经同意 让这个克里米亚 划归这个俄国了 但是叶利钦对此提都没有提 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我们说这个 12月8号的这个 三国领导人的这个会见 虽然他是临时起义的 但是他却是一系列事件的 一个必然的这个反应 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拥有70年历史的 这个横跨欧亚的这个 也是世界上最大型的帝国之一 他的这个结局呢 就是无可奈何 花落去 各种各样内在的原因 外在的原因 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这个原因 最后导致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崩溃 但这个苏联内崩溃呢 也是一个奇迹 苏联崩溃之前 当然是发生了很多这个事情 但是没有大规模的这个流血冲突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这个混乱 到了12月的这个 就是20年前的这个12月 一方面是三国的这个领导人 签署的这个条约 要成立这个独联体 宣布了这个苏联在法律上这个灭亡 那么最后到了年底 就是到了这个元旦之前 由高尔巴乔夫签署的这个命令 那么代表这个苏联的这个最高苏维埃 那么是就是除了这 这是最后从法律上完成了这样一个程序 那么苏联也就这样解体了 后来这个苏联共产党也解散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在20世纪 这样一个强大的 世界上最早掌权的共产党 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就在这样的一种无声无气啊 既没有经过战争 也没有经过大规模这个动乱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苏联共产党就我们就亡党了 也亡国了 苏联这个国家也解体了 他至今还留给我们 无数可以研究的这个话题 那么特别是12月8号这一天 为什么当时这个三个斯拉夫人国家的领袖 他们会共同决定要埋葬这个 也是以斯拉夫人为主体的这个国家 而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普京 在他说了 他上台以后他要重建 要把这个 他已经做到了这点 就是让这个俄罗斯 白俄罗斯 以及一个非斯拉夫人的国家 就是中亚的 但是中亚最大的这个 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就是哈萨克斯坦 他们要重新建立一个欧亚共同体 而这个欧亚共同体呢 被很多这个西方人看成是苏联的一个翻版 但是我相信这不是 也不可能是苏联的翻版 但是他还是表明了 普京想要在这个苏联解体 这个悲剧的一个基础上 在一定程度上 他要重新来复兴 重新来振兴俄罗斯的这样的一种努力 中共和越共 中国和越南 两党和两国的关系 要如何维持和发展 习近平明天开始越南之行 就非常引用关注 谢谢收看十四两两点 下星期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 今天就给您播出 完美与梦想同行